1.幕 lige宸 我觉得这个木武 其实我是自己在看一看 因为这排序 我想这些比较一般基本的方法 所以我们直接往下看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大概是自动转存 这个工作部 那大概我们来 我先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将工作表 指的是所有的工作表 自动存成一个一个的档案 那如果说我今天里面呢 假设这个工作部里面 总共会有这大概12个工作表 那我希望呢 一个一个把它存出去 以前可能要一个按右键 然后怎么把它复制 复制之后这边有个新活页簿 然后再把它先复制出一个 这边复制一个建立一个副本 那这个动作的话基本上呢 在那个VBA里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语法 叫Active Sale 目前的工作表 点Copy就好了 OK 那点Copy的话呢 意思就是我复制 那点Copy它其实基本上有分 如果你点Copy后面空一个 后面你如果加Active 哪一个工作表的话 它会复制到后面去 或者Befor的话 复制到前面去 但是如果你没有加任何的参数的话 它就视为说 你另外产生一个新的工作部 OK 那我们再怎么样呢 第二个就是另存新档 所以在VBA里面有那个Safe as 另存新档 然后一个方法叫Safe 那Safe as你要告诉他说你要存到哪边 比如说我今天在桌面上 我预先先建的一个什么叫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的名称按右键 编辑位置 它的位置在这里 C帽号斜线 user的那个SCO 它不一定每一台电脑都是这个路径 不过我们现在先用一个 可能是自己要加建 这个地方路径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要把什么呢 把这一个什么 这个新的活跃部 假设我新开一个 它会叫活跃部14 或者其他名称 那我们第二个可能要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 你要浏览在哪里呢 在桌面上我把它放桌面上 VBA 然后你可能要给他一个名称 那个名称叫什么 就是他现在这个工作部的名称 那现在叫什么叫升班还是什么 假设我随便打一个假设是升班好了 那你当然光这个动作你就要做 那如果有12个班级 或者甚至你的工作表一堆的话 你恐怕你要做很多 而且你要把这个升班就要把它关掉 OK close 所以基本上我如果希望怎么一键按下去 自动帮我全部做完的话 那你可能第一个你要先 中间有三行程式 一个是copy 先把它产生一个新的活跃部 2 Safex到哪里给他一个挡名 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把它关掉 然后如果你跑个回圈 告诉他说 我要从第一个到最后每一个都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他不就全部都帮你存完了吗 所以我先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做完的结果 按下之后有没有 他现在就在做刚刚的事情 有没有 一直另存 你可以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可以看到 所有的工作表全部都过来了 OK 那我们分别来看 所以基本上这个可以分成 拆成四个步骤吧 第一个怎么样做那个工作表的复制 那工作表的复制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 基本上的话 这个程式并不复杂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先怎么样 第一个我要先知道我要copy的那一个名称叫什么 所以我这边的话 我让外面这个范围指的是我要把所有的工作表全部一个一个另存 但是我并不知道说里面的名称就是工作表的名称叫什么 那因为他需要先复制之前需要给一个名称 那名称怎么来呢 你可以比如说这个一个for i 等于一到序点抗 意思说一到最后面一个工作表的编号 然后我要先抓第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升班怎么抓过来呢 你可以用什么 序齿i.name 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他会把升班里面的名称放到x 那你可以怎么样 用x这个讯词指的工作表的那个物件里面的那个升班点copy 那对不对 最后点copy 如果后面没有加什么 没有加after或before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另外会开一个新的工作部哦 OK 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你可以在底下按Ctrl G 其实你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那个 如果你有这边你可以直接打一个讯词 比如说我今天要把什么呢 把第一个工作 第一个工作表比如说升班好了 升班我如果后面点copy 比如说我copy哦 我可以怎么样 如果我直接按copy按enter的话 其实你即时运算就是可以直接执行单行程式哦 如果 你会发现哦 他就会怎么样 另外开一个有没有 新的活跃部到 有没有 新的单我把它取消掉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设后面多个讯息 跟他讲说after 比如说呢后面加一个after after什么呢 冒号等于什么呢 哪一个 在比如说原来的升班后面 在帮我怎么样 copy一个的话 如果后面有这样的叙述 abs或before的话 他就会复制到 同一个活跃部的前面或后面哦 比如说我要 复制到什么呢 升班后面的话 或者第一个也可以 比如说1好了 数字跟名称都可以 那如果你按enter 他会怎么样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执行的话 你可以看到现在是没有多一个 如果你把enter过之后 他会帮你在什么 在这个的后面 增加一个 那如果你要在前面增加的话 你可以把这边改成叫 那个什么呢 叫before ok before的话 复制到前面 但是如果今天呢 没有这个叙述的话 基本上 他就是另外开一个新的活跃部 这是copy指令的最大的差别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我们先怎么样 先取得那个名称 再来怎么样 用active 目前的活跃部 特别是我们又往前 又推进到那个工作部 里面有一个方法叫savecopy as 其实或者是你用save s好像也可以 不过你可以比较一下 因为savecopy as 可是另外再存一个保留旧的 ok 那save as 是直接存过去了 没有保留旧的 这两个差别 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那最后的话呢 把它存过去 所以我基本上的话 我们可以把那个什么 第一个升班把它存过去之后的话 那close 不过close后面呢 有一个true或force 这可能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加force的话 那他就怎么样 他预设好像会跳出那个警告 问你要不要存档 close嘛 你把它关掉 他会问你要不要存档 如果true的话是要存档 我记得好像如果你是用save as的话 那好像直接这个就不用false 两个我想各位可以可以试试看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执行之后的话 那就可以看到我们要的结果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有把程式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记得是那个第九个单元 给他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